我手里拿的这棵 这个是棒棒糖形状的一个植物 它就是一个开花比较漂亮的 叫做垂丝茉莉 这个是泰国垂丝茉莉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花岁比较长 它整个花岁能够达到30到40厘米 有的甚至能够长到半米多 开花非常的漂亮 它的花期是从入冬前开始开花 一直持续开到春季 有好多话说 我养的为什么不开花 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它是洗阴的 它耐阴 但是必须要有光才能够开花 我这棵是刚刚到货的 它现在是没有花苞的状态 记住 垂丝茉莉想要开花 如果说带着这种枝条的话 它的顶部不要去修洁 让它自然生长 现在我们收到以后先去缓苗 缓苗成功以后 只需要给它补充磷酸二星甲 磷酸二星甲对水一比一千的浓度 直接先喷叶片在浇灌的土壤当中去 这样去给它十天左右一次 只要光照时间不少于四个小时 我们保证肥料充足的话 它很快就能开花了 但是垂丝茉莉在室内养的话 温度不能低于五度 一般建议温度在十度以上 只要供暖的话 放到一个健康的位置 那么它就能够开花了 开出花来以后 一碎一碎的挂在上面 非常的飘逸 非常的漂亮 如果说你喜欢养开花植物 想在冬季开花的话 你可以去养一下它 我这棵是一个棒棒糖形状的 你可以去买棒棒糖形状的 也可以去买那种矮的 多分支的都可以 只要它能够正常开花就行了 记住不要去修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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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